我拿着刚打好的离婚证,目送老公走向五十岁富婆的宾利,捂着嘴努力,不让自己笑出声。 老公看我憋红地双眼叹了口气,转身劝我,对不起,我想要的你给不了,我吞了口唾沫强压笑意,声音暗哑,祝你幸福,先他一步转身离去,我实在忍不住笑得肩膀轻轻颤抖, 从反光玻璃里还能看到前夫停在原地一脸愧疚地望着我的背影,我加快了步伐,愧疚? 大可不必,姐姐急着去题材中心,完成设处向富婆的完美蜕变,顺利领到奖金,扣掉税费还剩一点六个亿。 我站在银行门口看街道上人来人往,满心感慨,迫不及待地给房产中介赚了十万块钱, 定下了我和前夫看了很多次却买不起的楼盘,完成了我和李前道梦想,也给我的爱情画上完美句号。 傍晚,我在新房子里叫了一堆外卖,等闺蜜上门,庆祝我乔迁新居。 我低头苦笑一声,也庆祝我恢复单身。 这地段,这采光,赵文文你抢银行了,闺蜜瞧瞧鞋都没换,先在房子里逛了一圈。 你家李前呢?出差回来了吧,他可以啊,不声不响给你买了套楼网,见我半天没接话,瞧瞧一脸疑惑地冲我挑眉。 怎么了?我轻轻笑了笑,叹了口气,我跟李前,我俩离了,积压的情绪一瞬间爆发了,我捂住脸,低声啜泣。 怎么可能不难过,我和李前在一起五年,从校服到婚纱,所有人都说我们是金童玉女,门当户对。 可惜他不想要这样的门当户对,他想走捷径,我能做的就只有放他离开。 我没跟乔乔解释,夫妻一场,没必要在背后捅刀子。 我擦擦眼泪,摸出手机打开手机银行,递给他。 乔乔瞪大双眼靠,转头一脸怀疑地看我。 闻闻,这不是赃款吧? 咱可以穷,咱可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。 我翻了个白眼,向他讲述了我中彩票的经历,然后板着脸严肃盯着他说, 瞧瞧,你辞职吧,话没说完就被瞧瞧兴奋地打断,你要包养我,好吗? 正经不过一秒。 我服额,我是说,我们创业吧,我们都是学设计的,可大学毕业后,你去奢侈品专柜做导购,我在公司做助理,都是生活所迫。 可现在,老天给我个机会,我想抓住他,我们一起实现曾经的梦想。 我开着新提的法拉利,去接办离职手续的乔乔,乔乔看我过来一脸着急, 闻闻,不好意思,今天跟我搭班的同事临时请假,店里就我一个人。 人事五点就下班了,我得赶紧去把离职手续办了,你帮我顶会儿,我办好立马回来, 没等我答应,瞧瞧就急急忙忙地拉我去更衣室换衣服。 这工作服真紧。 我对着更衣室外的镜子左右照,是时候该减肥了。 服务员,人呢?我赶忙跑出去市医区,展示柜前,站着一个目测两百多斤的中年女人正对货架上的衣服挑挑剪剪, 嘴里还嚷嚷着服务员。 贴我一眼,明显一正,语气更加不耐烦,你是死人呢? 看不到我进来,把你们经理找来,我要投诉你,好家伙,上来就投诉,这不是来买衣服,是来找茬的吧? 要不是为了瞧瞧,我才懒得搭理这种智障,我借着撩刘海的动作,偷偷翻了个白眼。 然后恢复了职业性的笑容,对她解释,不好意思,今天店里就我一个人,刚刚确实没有注意到您,女人显然没有放过我的意思,唾沫星子快喷到我脸上。 我说,我要投诉你,听不懂人话吗?一道男生从货架那边传来,亲爱的,跟个服务员至什么气,这声音化成灰,我都听得出来。 我刚缓在想,这人是不是故意针对我,实锤了,人家就是故意的。 难怪我觉得眼熟,她就是礼钱棒上的富婆,领离婚证那天,她在车里见过我。 呵,还真是冤家路窄,就没见过偷人,还这么理直气壮的。 李前明显没想到被她心欢欺负的服务员是我。 她猛地停住脚步,皱着好看的眉,一脸懊悔的样子,多年的相处,让我比她自己还了解她。 她在后悔替我说话,我原来最喜欢看她皱眉的样子,有一种破碎的美感,可现在,我只觉得恶心。 富婆挑衅般地走到李前身边拉起她的袖子,夹着嗓子撒娇,老公,这服务员欺负我,我要投诉她。 李前温柔地吻了吻富婆的嘴角,一脸深情,乖,都听你的,李前的态度成功取悦了她。 看着这母慈子笑的画面,我没忍住吐了她俩一声,耳边响起杀猪般的惨叫。 富婆跳着脚,气急败坏扯着嗓子怒吼,把你们经理叫来,今天不给我个说法。 我砸了你的电,我这身衣服,你倾家荡产都赔不起,穷屌丝,没男人要的破烂货。 嘣,脑子里那根名为理智的绳断了。 我刚准备上前跟她拼命,下一秒,瞧瞧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,兜头一巴掌打在富婆脸上,恶狠狠地说。 你说谁没人要?老娘今天替天行道,打死你个不要脸的小三,一开始我们还能和在体型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富婆勉强占个平手。 可理智的加入,迅速改变了局势。 这孙子真因,薅头发山耳光土唾沫一样不落,伤害性不大,侮辱性极强。 我红了眼,双手拼命护着瞧瞧,呸,李前你个王八蛋,死娘炮,打架用女人的招,怕担责任。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看上了你,说完。 抄起衣架就给李前开了条,这下成功把我们的身份从原告转变为了被告。 李前狮子大开口,索要医药费,营养费,物工费,精神损失费共计五十万,不然就告寻衅滋事把我们送进去。 他是把我往死里逼。 原来都是他管账,他很清楚,我俩这些年所有的积蓄加起来也才十万。 我们最后一点夫妻情分在他提出五十万的这一刻,烟消云散。 没了顾及,我当场放狠话,有本事你就告,这五十万我拿来请律师,我保证,你一分钱都拿不到,打完了吗? 结账,不知道哪窜出个男人打断了我的气势,我狠狠瞪他一眼。 男人一脸无辜,要不,我帮你们报警,四双眼睛同时看向他,男人看我一眼,放下衣服出了门,嘴里直嘀咕,有业绩都不要。 最后,最后礼钱还是做了最有利的选择,拿十万补偿金,和我和解。 警局外,瞧瞧怕我难受,安慰道,嗨,白白就白白,下一个会更乖,多大人了还没个正行。 去医院包扎好伤口,我们正是走上了创业的道路。 乔老师说得好,一个女人,如果失去了爱情,那么她的事业将会突飞猛进。 我们的品牌盛大,在短短两年间迅速进驻各大购物中心,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拥有一整栋办公楼,期间也碰到不少困难。 不过都在我们的努力和超能力加持下圆满解决。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 瞧瞧兴奋地冲进办公室,文文,你看群了吗? 这一次同学会开在咱公司隔壁。 你说咱俩现在大小也算个富婆不是,这次同学会终于能扬眉吐气。 我哭笑不得看她,这话说的跟有人欺负你似的,瞧瞧小心翼翼地瞥我一眼,解释道,没有没有,人家这不是想着能见到老同学,激动吗? 我没戳穿她的小心思。 我知道她说的扬眉吐气是想让我在礼钱面前扬眉吐气。 聚会当天,瞧瞧拉着我起了个大早,从造型到服装配饰无一不惊心,临出门还挑了车库里最贵的车。 我跟她开玩笑,这知道的是我们去参加同学聚会,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去参加前任的葬礼。 没想到一语成衬,走进包厢,一眼就看到礼钱搂着个小姑娘坐在主位,浑身散发着一种成功人士气场。 富婆牺牲了,礼钱继承遗产了。 不能啊,打架的时候,看着挺能活,我一脑门按好。 没等我想明白,李钱怀里搂着的小姑娘已经走到我面前,脚柔造作地叫了一句姐姐。 白裙子,帆布鞋,这气质跟我大学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。 看她这打扮我心里就起了三分厌恶。 我面无表情,瞎攀什么亲戚,我爸妈就生了一个。 小姑娘明显没想到我这么不客气,撇了撇嘴一副要哭的样子。 见人就叫姐姐,谁大谁小还不一定呢? 撇了眼胸口哦,不好意思,误会你了,确实我大你小。 小姑娘脸胀得通红,手指着我你,你的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 大家注意到我们这边的动静,包厢里渐渐安静下来。 李前站出来打圆场,文文,跟你文文姐道歉。 听了李前的话,小姑娘一脸委屈地向我鞠躬道歉。 李前又补了一句,都是误会,你要不喜欢这名字,我明天就让它换了。 这什么狗血替身文学,真恶心。 没理会这场闹剧,我拉着瞧瞧找了个李前最远的位置落座。 气氛渐渐回暖,大家聊工作,聊孩子,聊梦想,聊青春。 聊着聊着话题就偏了,聊到了那些年逝去的爱情。 班长喝多了,举着酒杯摇摇晃晃站起来。 李前,我得敬你一杯,我得谢谢你。 李前起身扶住班长,没等他开口。 班长继续说,不是你帮忙,我早就失业了。 不说了,兄弟,都在酒里,班长将酒一饮而尽,又倒了一杯,走到我这。 赵文问,李前是个好人,就算你当年因为钱抛弃他,他心里还是想着你。 正好今天我,做个合适老,同学们都做个见证,你俩复婚吧? 我,因为钱,抛弃他。 我说今天怎么没人,找我和乔乔搭话,好手段啊。 先入为主,挑拨离间,兵法让他完明白了。 我死死盯着李前的眼睛,复述了一遍班长的话,与我的愤怒恰恰相反,他脸上表情毫无变化。 看我要起身,他才揉了揉眉心开口,闻闻,别闹,语气像是教训不懂事的小孩。 我气不打一处来,抄起酒杯,对准他身后的墙就砸了过去。 演技真好啊,李颖帝,敢做不敢当,你算什么男人,场面一度十分尴尬。 只有喝醉的班长没意识到气氛变化,还在那我干了,你随意,我撇开上前劝我的同学愤怒地说,李前我本来还想给你留点面子,没想到你恶人先告状,我的仁慈倒给了你污蔑我的机会。 你说我为了钱抛弃你,那就乘着今天大家都在把事说清楚,李前没动,他身边的盗版文文对我不停鞠躬道歉,文文姐,对不起都是我的错,都是我,话都是我说的,你不要怪钱哥哥,真没意思。 我转身坐下,不懈地说,就知道躲在女人后面。 送包,这句话仿佛刺激了李前的神经,眼睛终于看向我。 你要我说什么?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 说说不要婚房,不要彩礼的我是怎么贤贫爱妇的,说说你是怎么发家的,说说咱俩离婚的真实原因,我每说一句。 李前的拳头就攥紧一分。 他环顾四周一脸八卦的同学们,咬牙切齿回我,白手起家,靠自己,死鸭子嘴硬。 心理学上有个现象,说谎的人会先骗过自己,李前就是这种人。 行吧,出卖色相勉强,也能算靠自己。 赵文问你不要太过分,简直欺人太甚,李前是有站出来指责我。 瞧瞧对了回去,是谁欺人太甚?你算老几你说话,我拦住瞧瞧。 对李前说,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,是你说,还是我说。 文文停止了他的鞠躬道歉,一副忍无可忍的样子。 我说,不就是钱哥哥跟你离婚拿走了十万块钱吗? 这钱本来就是他赚的,你离婚去给有钱人做二奶会缺钱。 就算夫妻共同财产,那也有他一份,大不了今天我替钱哥哥还给你,给我气笑了。 我揉了揉酸痛的嘴角问他,小姑娘,你很有钱吗? 文文被我问得一愣,对,我家很有钱。 你快给钱哥哥道歉,别说十万,一百万我都给,果然如此。 李前,你还真是苟改不了吃时,骗完老的骗小的。 能把软饭吃得如此清新脱俗,你也是个人才,文文反驳我,你别瞎说,什么吃软饭,钱哥哥能力很强,自己开了家设计公司,已经准备开实体店了,我来就是想看看。 钱哥哥这么多年念念不忘的前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,没想到这么恶毒,这姑娘没救了,被扑上头,跟当初的我一样,无条件信任包容和维护。 我有些同情她。 姑娘,我不知道,李前给你编造了一个多离谱的故事。 你好好想一想,如果她问心无愧,怎么会不敢跟我对质,你面前这个男人,跟我离婚是为了傍妇婆,至于她的霸总人设,你最好核实一下她公司的真实性。 如果某一天,你失去价值,也会像我一样,被她毫不留情地一脚踢开,坏女人,到现在你还污蔑钱哥哥,我看你就是后悔了想,拆散我们好跟她,再续前缘,闻闻气地发抖,我也气得够呛。 李前稳坐钓鱼台,一脸愉悦地看着这一幕,注意到我的目光,她回我一个挑衅的微笑。 我疼得一下站起来,大步走到她身边。 李前被我吓到,又很快反应过来,你干什么? 我很想给她一巴掌撕掉她虚伪的面具,但我忍住了,人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两次跟头,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? 行,空口无凭,拿证据说话,班长说话的时候,悄悄偷偷塞给我一个文件包,我扫一眼就知道是什么。 里面离婚协议,案情报告,谅解书,还有十万块钱赔偿金的收条,一应俱全。 我拿着文件包转身对同学说,不好意思,同学们,我实在不想把李前做的这点破事,拿到大庭广众之下来说,不体面。 可毕竟是使她污蔑在前,我只能自保,我开文件带的动作被李前打断,她紧紧抓着我的手腕,凑到我耳边,有什么事我们私底下聊,我给你赔罪,看我没反应。 她威胁道,你真要闹,闹个鱼死网破,大家脸上都不好看。 你不是一直想做设计吗? 盛大,你知道吧,最近很火的设计品牌,我认识他们老板。 我们来做个交易,你闭嘴,我安排你进盛大,还摆出一副为我好的表情,不要逞一时之气而放弃前途,我一脸玩味,你认识盛大的老板。 那你能给我安排什么职位,看我态度动摇,她明显松了口气,顺着我的话问,你想要什么职位,我勾勾手只是一塌上前,我要当老板,你做得到吗? 赵文们,你耍我李前表情猙獰,又不敢大声说话的样子,真的很好笑。 我把证据摆在桌上,给大家一一讲解传阅。 眼见同学们眼神变得鄙夷,李前无能狂怒,泼妇,简直不可理喻,一旁的文文,看着李前这幅歇斯底里的模样,也显得十分震惊。 临走我给颓在沙发上的李前送上了最后一根稻草,对了,盛大,老板姓赵,明文文,事业的成功会赋予人无限的自信和能量。 我过得如鱼得水,都快忘了李前的存在。 没想到,这个人会再次出现扰乱我平静的生活。 瞧瞧拿着律师喊骂娘,李前不知道从哪听说了你中彩票的消息,起诉你要分一半奖金。 他婚内出轨攀高枝,还好意思找你要钱。 文文,你当年为什么要在垃圾堆里找男人? 我烦躁的福额,拿笔扣了扣桌面? 你看清楚,人家要的可不光是钱,要的是咱们盛大的股份,每名契约资产增值部分。 瞧瞧急忙打开文件,仔细翻阅。 看到一半就忍不住砸在地上,缓了两口气又捡起来。 皱着脸问我,怎么办? 我把笔砸在桌上,能怎么办? 就他会请律师。 我们也请。 要钱可以,股份不能动,可咱钱都压在项目上,没等悄悄说完,电话响了。 赵总,前台有位律师找您,说是跟您聊,离婚财产纠纷问题。 我额头青筋跳了跳,律师函刚到人就来了,这是一点余地不留,铁了心要抢走我的成果。 不见,我狠狠挂断电话。 我还是低估了李钱的无耻程度。 在第三次拒绝面见对方律师后,我上了热搜。 时尚设计卷女老板上位时警号盛大,抛夫弃子独占巨额奖金警号赵文文,类似的标题铺天盖地的推送。 瞧瞧气地摔了两个手机,肯定是李钱,他花钱刷的水军。 咱手上有证据,要不我们也发出去,我柔柔太阳穴,没用,他知道我们的底牌,不怕丢人,就是逼我见面,瞧瞧担心地看着我,欲言又止。 我已经通知公关部了,舆论风向很大,我知道,瞧瞧没说完的话,继续让舆论发酵下去,势必会影响公司销售业绩。 我叹了口气,这事宜早不宜迟,约他们下午见面,赵女士您好,我是李钱先生的代理律师沈默,说着递给我一张名片。 我接过名片,抬眸,这人怎么这么眼熟? 没等我反应,他先瞪大了双眼,你,你是那个泼妇,想起来了,两年前要买单的那个缺心眼。 你才泼妇,老娘那是捍卫主权,我优雅地压了口咖啡。 李钱呢?不敢来,我的当事人觉得没有见面的必要。 沈默迅速进入工作状态,掏出文件跟我确认了一遍经过,很重肯地提出建议。 我搅了搅剩余的咖啡。 沈律师,你不觉得你当事人的行为已经突破了道德底线吗? 但在法律层面,他仍有权利追回奖金的一半。您当时隐瞒奖金的行为也算不上光明磊落,沈默分毫不让。 我今天来有两个目的,一方面是让李钱撤下热搜,另一方面是想试探他们的底线,可沈默太难缠,步步紧逼,我没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。 我岔开话题,沈默迅速进入工作状态,沈默明显一愣,我继续说,像沈律师这样的天之骄子,应该很难理解我们这种普通人。 其实我不怪李钱,他只是想追求更好的生活,我自嘲笑笑,你可能不信,我根本没想隐瞒中奖这件事,下班路上我给李钱打了两通电话,无人接听。 我以为,他在加班,我紧赶慢赶回家做了一桌子菜,还开了瓶香槟,我满心欢喜地等来了一份离婚协议,沈默的表情开始变化,看我的眼神有些同情。 我合上文件,盯着他说,婚姻不是法外之地,歹徒捅人一刀,还要负责任,他伤害了我却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,现在回过头想摘果子,这不合理,沈默喝了口水,说了句法不容情,声音小到我差点没听清。 太犹豫了,我的计策成功了一半,利用对方律师的同情心,这行为有些卑鄙,但盛大,能有今天的成果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,因为我的私事让所有人的努力毁于一旦,我不能这么自私。 对不起,沈默看着他的背影,我在心里默默道了个歉。 热搜撤了,起诉金额变成七千万,这趟聊得挺好啊,瞧瞧冲我挑眉,神情暧昧,那小律师不会看上你了吧? 我瞥他一眼,别高兴得太早,七千万也不是个小数目,抢过文件,人家有名字。 叫沈默,沈默,他脱长语调,一字一顿。 我不自觉想到那天他看我的眼神和离开时的背影,心里有一股异样的情绪在慢慢发酵。 磕磕,瞧瞧拍我肩膀,想什么呢? 我刚说的你听到没,我一阵脸红,还好他没注意到我的异样。 继续说,热搜查清楚了,无双传媒,你猜当家人是谁,两年前跟我们打架的富婆,瞧瞧一脸惊讶。 我猜的,李前我再了解不过,吃力不讨好的事他不会干,借刀杀人倒是把好手。 我抬起手欣赏新作的美甲,他还不知道李前找了个跟我有八分项的文文吧,这怎么行? 得告诉他,李前做事确实谨慎,除了同学会,没有带文文去过任何公共场所,找证据花了我好一番功夫。 幸好,功夫不负有心人,我在探店博主的视频背景里发现了他们的身影,拍得很清楚。 周一是开庭的日子,我提前两个小时把视频传给富婆,心里暗暗期待。 我猜李前会带文文开庭。 我猜错了。 法庭门外,李前主这拐满脸阴狠,恨不得用眼神啃下我一块肉。 看他这样子,我忍不住想笑,这是被文文修理了。 也对,常在河边走,哪能不失邪。 我看看表,离开庭还有半小时。 沈默跟在李前身边,没分给我一个眼神,可能是我的目光太过炙烈。 他偷偷看我一眼,又很快低下头。 他这是,避嫌。 太可爱了吧,我忍不住嘴角上痒。 街上传来一阵跑车轰鸣,一辆骚包的大红法拉利停在门口,后面还不合时宜地跟了两辆武林红光。 好家伙,两辆车装了十二个人,不愧是神车。 富婆气焰嚣张地从跑车上下来,蔑视地扫我们一眼。 慵懒地靠在车头,打,一声令下,十二个人瞬间冲出。 我眼前一黑,一个身影向我扑来,是沈默。 阳光给他细腻的肌肤打上一层银润的光,露出平顺的锁骨,看我的眼神里满是担忧。 他睫毛好长,耳边李钱的惨叫把我拉回现实。 见挨打得只有李钱,沈默有些尴尬地放开我。 富婆人狠话不多,一顿毒打后拖着受伤的李钱扬长而去,瞧瞧拍手叫好。 我却看着眼前的沈默一阵恍然,闻了文医领,不知道他用的什么香水,像熟透的水蜜桃,清心疑人。 注意到我的动作,他耳朵红了一片。 我起了逗弄的心思,栖身上前,沈律师,多谢,他像只受惊的猫,猛地僵住,咽了口唾沫。 赵小姐,今天庭审开不了了,我有事先走了,看他落荒而逃的背影,我没忍住扑吃一下笑出声。 听到我的笑声,他跑得更快了,瞧瞧一脸暧昧地打量我,你们什么情况? 英雄救美还是霸道女总裁爱上纯情小律师,我白他一眼,别瞎说,和我说有事先走的沈默十分钟后,和我在峡谷相遇。 沈律师,我缓缓打下三个字,脑海里幻想他在屏幕那头是什么表情。 可直到游戏打完都没有回复,时间久到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认错了人。 下一刻,一个好友邀请谈出来。 赵小姐,不好意思,本来想等复活的空档回你,可惜对面太菜没给我机会,这什么凡尔赛文学。 我看着自己一杠九的战绩器的咬牙切齿,用力打下行字沈律师就是忙着打游戏,我本来已经做好对面不回复的打算,没想到立马听到了沈默的声音。 我带你上王者,哼,转移话题,你以为我会上当吗?我会,真香。 我们打到凌晨,不自觉间关系近了很多,不知道从哪一句开始,他叫我文文,我叫他什么,空气中漂浮着粉红色泡泡。 游戏李凯开大招就我的打击,我不自觉想到白天他奋不顾身冲到我面前的场景,呼吸有些紊乱。 过度紧张下,我连送三次人头,沈默就我不成反被杀,我们俩并肩躺在野区。 脑子李不受控制的幻想,我们俩肩并肩地躺在在草地上看星星,衣领上他的味道依旧香甜,闻闻,复活留好二技能,沈默冷静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。 要你管,明明是撒气的话,可语气里不自觉带了点娇称,听起来就变了味道。 沈默顿了一阵,声音比刚才明显暗压几分,我保护你,心脏漏了一拍。 我下意识捂住自己红得发烫的脸蛋,盯着天花板,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,可急促的心跳怎么都停不下来。 我好像有点喜欢他。 这几天,我脑子里全是沈默的样子,早上他系着围裙,叫我起床吃早餐,晚上他一颗颗解开衬衫扣子邀请我吃,我捧了把水浇在脸上,看着镜子里,自己脸上不正常的潮红,我羞愧地直跺脚。 都一把年纪了,仪式英明,可不能毁在这。 打开手机看到助理的微信,赵总,有位律师在前台等您,说是您前夫委托的,带他去会议室,我马上到,我心里好不容易压下去的小火苗窜的一下又烧起来了。 涂上粉嫩嫩的西幼色唇幼,我打开了会议室的门。 会议室里坐着个中年男人,看我进来,连忙起立。 您好,我是您前夫理前委托的律师,我打断他。 沈默呢? 中年男人想了想,您说之前负责这个案子的小沈,他离职了,现在这个案子由我接手。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? 我慌了神。 我早该想到的,沈默那天明目张胆地保护,再加上之前撤热搜降低金额,理前这牙字必报的性格。 肯定会找沈默麻烦。 我本想着案子还没结束,没几天还会再见到他,就一直没有主动联系。 可现在,我顾不上矜持,冲出会议室,拨通了他的电话。 几乎秒接,我劈头盖脸地问他,为什么离职不告诉我,是不是礼前投诉他? 电话那头,沈默没回答我的问题,而是用他那充满雌性的声音说,你担心我,救命,这男人好会。 可是,这都什么时候了,工作都没了还撩妹,亏我之前还觉得他敬业。 你来帮我吧,这次官司打完公司还要成立法务部,沈默倾笑,没接我话茬,闻闻,晚上有空吗? 我带你去个地方,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挂断电话的,答应了沈默的约会邀请,回办公室的脚步都轻飘飘的。 沈默在大厅等我,他穿了套休闲装,卫衣搭灰色运动裤,身形修长,神色温柔。 我之前见到的他总是西装革履,因为工作需要,穿着正式,给人一种淡漠的疏离感。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,我觉得,我跟他的距离近了一点。 本来是想夸他穿运动服好看,可话到嘴边却变了意思,失业了买不起西服,呸,这张破嘴。 沈默没想到我会来这么一句,也愣住了,看我尴尬的神情很懂事的,没有深究。 看来你很自责呀,当然自责,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丢工作。 也不全是为你,一半一半吧,不为我还能为谁? 是怕我难受吗? 真贴心,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?来我这把,我很真诚地发出邀请,排除个人因素,沈默还是很优秀的。 我可不吃软饭,很不错,小伙子有骨气。 等等。 软饭,吃我的软饭,难道。 我想得太过认真,没注意他已经停下脚步,不小心撞到他后背,痛呼出声。 他回头摸我脑袋,轻轻吹我鼻梁。 我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淡淡的蜜桃味,还有他嘴里的薄荷香。 好想尝一口。 气氛太过暧昧,空荡荡的车库里好像只剩下我们两个的心跳。 开不起房吗? 跑大街上秀恩爱,这声音有点耳熟。 我回头,瞧瞧,那个搂着他的男孩是谁? 这得三年起步吧。 我抓住逃跑未遂的乔乔,不解释一下。 他善笑,介绍一下,我男朋友林正豪,他又补一句成年了,刚满十八,禽兽。 在我不可置信的目光下,他掏出一张请帖递给我,并婚宴,下周三。 所以,不是今天我们碰上,并婚这么大的事,你不打算跟我说,我很不爽。 你不也没说,老实交代,什么时候开始暗度陈仓的? 我反驳道,还没沈默拉我胳膊接过话头一见钟情,这算表白吗? 我心跳得有些乱。 期待已久的二人世界变成四人约会,沈默的态度耐人寻味,做着让人误会的事,却没有说一句负责的话。 回去之后,我想约他说个清楚,可他一再拒绝,连游戏都不再上线。 琢磨不透却又控制不住沉沦。 我一向都是个勇敢的人,可对沈默,我犹豫了。 不过,我还是让公司HR给他发了面试邀约。 我想再试一次,最后一次。 沈默拒绝了我的邀请,就在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他的时候,他又出现在悄悄的订婚宴上。 没有想象中的捧花告白,甚至没有跟我多说一句话。 我很失落。 也对,他沈默是青年才俊,做不出礼前那种吃软饭的事,当然更看不上我这个二婚老阿姨。 之前的一切,全当我自作多情,只是眼睛有点酸。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,我就不该为个男人伤怀。 虽然这样想,我还是忍不住频频用余光偷看他。 很快,仪式进行到下半场,我调整好状态牵着瞧瞧将他送上幸福的殿堂。 可我没看到,有个拄着拐的身影避开人群走向后台。 去死吧,头顶的聚光灯毫无预兆地砸下来,我拼尽全力,推开瞧瞧。 我被砸中,压在灯下动弹不得。 我艰难扫食会场,没有看见什么。 晕过去,之前我还在想,他会为我担心吗? 好重的消毒水的味道。 我艰难地睁开眼睛,阳光针刺眼。 醒了,医生瞧瞧眼下一片乌青。 我拉住他,示意他我没事,顺着他的手喝了杯水,感觉自己活过来了。 你没事吧? 我声音有些嘶哑。 瞧瞧啊的一声,就哭了出来,你怎么这么傻? 为什么要推开我? 我没说话,任由他发泄情绪,这几天他承受的压力比我大,躺在病床上的我反而是最轻松的那一个。 过了一会他情绪平复下来,抽烟着跟我道歉,警察查清楚了,是礼钱买通了会场保安溜进来,搞破坏。 他还带了刀,对不起,都怪我。 他是看到我发的微博才找过来的,你说他带了刀。 那我被压住他,怎么没过来补刀? 我有些疑惑,他应该不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。 瞧瞧欲言又止,在我的追问下,纠结半天终于开口,是沈默。 他去后台截住了礼钱,可是他不让我告诉你。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让我说,你们不是在恋爱吗? 我心里五味杂成,沈默到底是有多怕我缠上他。 没继续纠缠这个,我浑身疼得厉害,当务之急是把礼钱这个罪魁祸首解决了。 放他在外面一天,我的人身安全就一天得不到保障。 之前受的气,我要一次性讨回来。 住院期间,我收到封邮件,内容是礼钱的账单明细,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笔境外入账,这笔钱绝对不干净。 在商好后,我找到文文,班长,李钱室友等一切有可能知道他这两年动向的人,收集他这些年的罪证,把收集到的材料一次性交给工检部门。 我要让他付出代价,开庭那天,我在门口站了许久,期待沈默会突然出现。 可直到庭审结束,一个人影都没有。 我坐在台阶上盯着月亮,慢慢升起,心却慢慢沉落。 傅首尔曾经说过,世界上最好的心理医生,不是一个有耐心的爱人,而是一个有钱的自己。 我将所有精力都放在开阔市场上,把精力挤压到极致,就不会再想起那个不该想的人。 效果是显著的,公司销售额再创新高,可我也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了不少人。 最近我的车窗总是被砸碎,监控录像遗失,瞧瞧劝我找个保镖,我还笑他多虑,他们不敢到光天化日下找我麻烦。 人哪,就不经念道。 人家不光感,还一步到位,直接找到公司大厅来了。 一群老爷子老太太拉横扶盘坐在大厅,还带了不少媒体记者。 我一阵头疼,刚准备绕路走安全通道,却被一个眼尖的记者发现。 他冲我大喊一声,老头老太蜂拥而上,局面一度失控。 就在我以为今天在劫难逃的时候,沈默出现了。 他总是这样,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在我的生活,可这次又能待多久呢? 我不免有些烦闷,很想质问他,又觉得自己矫情。 以什么身份呢? 朋友? 还是对他爱而不得的追求者? 我有些泻气,用力甩他的手。 可他捏得实在紧,我怎么都挣脱不开? 我绷不住了,多日积累的委屈倾巢而出,带着哭腔大吼出声。 沈默,你到底想干嘛? 见我情绪崩溃,他一时慌了神,可还是倔强地没松开手。 用衬衫单手给我擦眼泪,嘴里直道歉,可也仅仅只是道歉。 铁直男,天知道我多想听他解释,但他就是不说。 越想越难受,我从蹲着哭到坐下哭,毫无形象。 沈默被我哭得没了脾气,看到后面快要赶来大军,扛起我就跑。 我,震惊。 知名企业女总裁,竟当街和男子,是道德的沦丧,还是人性的扭曲,万恶的标题党。 可想起昨天,我休脑地把半张脸埋进被子,沈默把我扛到公园,到嘴边的所有质问都说不出口。 我冷静下来,沈先生,我们以后不要见面了,我们不,熟。 嗯,我瞪大了眼,从没想过正人君子也会轻薄这一套。 下意识甜甜唇,很难把沈默那张死人脸和柔软的唇瓣结合起来。 它像是偷了新的猫,食髓之味。 那微凉又柔软的触感,让我还没恢复平稳的情绪再次躁动起来。 看它含笑的脸,我又该死得心动了。 它紧贴着我,我能感受到它的心跳,炙热滚烫。 闻闻,它的声音从耳边传来,一点点地往心里钻。 我爱你,我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地往下掉,积压的情绪喷涌而出。 骗子,若急若离,忽冷忽热,这就是你爱我的方式。 你当我是什么? 你照之急来挥之急去的工具人,我哭得说不出话,它轻拂我的头发,眼中的温柔快要溢出来。 我当你是珍宝,是此生之爱,它从怀里掏出盒子,订婚典礼那天就想交给你。 可惜出了点意外,沈默打开盒子,单膝跪地。 亲爱的赵文文小姐,你愿意给我个机会,接受它吗?让我用余生赎罪,我脑子里乱糟糟,到现在它也只说是意外,不邪温想报,分明是怕我有负担。 我看不懂,这么好的它,消失的日子到底去了哪里?哪怕我失控也只字不提。 我犹豫得太明显,沈默醋了醋眉,起身还住我,明天陪我去个地方,那里有你想要的答案。 我以为跟我在一起沈默可以少奋斗二十年,可没想到是我攀了高枝,看着眼前奢华的宅院,我狠狠弯它一眼。 我心里有些慌乱,满脑子豪门风云,怕它妈妈傲慢地甩我张支票,更怕沈默为我惹恼亲人。 想象中的情节都没发生,沈默寸步不离地陪着我,给足了我底气。 意料之外,沈默的爸妈很好相处,妈妈慈爱大方,把我叫到房间偷偷给我套了个浴镯,说是沈家世代给掌席的传家宝。 我推辞不掉,只好收下。 伯母告诉我,他们早就在沈默口中听说了我,很钦佩我手撕渣男的勇气,至于公司,婚后我也可以继续经营,他们还会给予一些帮助。 幸福来得太突然,我悄悄掐了把大腿。 思,不是做梦?沈默看我动作,轻弹我额头,真没出息。 哼,我抱负挠他腰上软肉。 你说,今天带我找答案。 答案呢,沈默看我懵懂得模样。 叹了口气,回去多买点核桃,补脑。 他什么意思?说我没脑子。 在我乍毛的前一秒,他很有求生欲地抱住我,脑袋在我脖梗里慢慢地蹭。 我爸妈很喜欢你。 嗯,我优秀啊,喜欢我理所应当。 我昂了昂脑袋,一脸骄傲。 继续说,小说里都是骗人的,豪门婆婆根本就没有那么难相处嘛。 头顶传来一声叹息,语气愈发无奈。 小笨蛋,因为我爸妈知道,我愿意回来继承家业,是因为你。 前些日子我在瑞典,实在赶不回来,我一时有些发猛。 瑞典。 我住院期间收到的邮件是他发的。 沈莫松开我,到我身前单膝跪下。 所以,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? 文文,嫁给我。 我伸出左手,任由他套上戒指。 我愿意,问我一万次答案都是统一,是你我就愿意。 用回来。 因为你无法计划,我认为你怎么回来,我当时奏是想象 に奥运力。 我认为你再帮下。